第十三轮公费新冠疫苗预约上路 一大早就有民众直接请药师帮忙预约 手机上网的话会比较慢 到药局这边来会比较方便 手机实测果真延迟约30秒到1分钟 才进入预约页面 相较之下药局系统顺畅许多 第十三轮采预约分流 11月3号起BNT上午10点开放 AZ则是下午2点开放 242.6万人符合资格 这次开放族群是BNT12岁以上 可打第一剂 10月8号前接种的18岁以上民众 可预约第二剂 AZ则是50岁以上可预约第一剂 8月27号前接种的18岁以上 可预约第二剂 50岁以上可选AZ或BNT 像刚刚民众预约BNT 但是他不是这个区间每一天都有 不稳定好啊好啊没问题 但有民众一早担心自身三高控制不稳 会产生严重副作用打电话取消 从3月22号到11月1号 国内一共接种超过2500万剂 高达上万件申请疫苗受害救济 审议小组审议结果出炉 有13名AZ接种者申请案 其中12人不予救济 其中1人救济最高额赔偿 是桃园市的渔性民众 接种AZ后出现血栓 并血小板地下症候群 研判与疫苗相关 获赔救济金90万元 接种疫苗后不良反应频传 疫苗受害救济标准与审查时间 也引发各界质疑 记者杨七浩 杨翔云 SNG台北采访报道